由于疫情的原因延期一年 所以对有些运动员讲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他们运动员我们教练员或者运动员 他们都是在积极的调整 运动员从心态上面好好调整过来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利有弊吧 也许现在状态不好的运动员延期一年 可能明年也是会更好一些 那么现在目前状态好的运动员 也需要调整 争取能在一年以后 把自己的经济状态调整到最佳 近半年没有比赛 那么主要采取的还是在做一些 对立的测验 以及有些身体舒适方面的训练 能力上的训练 让运动员更集中精力地 把思想集中到训练当中 在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 和运动能力方面去下一些功夫 而不是太着急地想要去比赛 去拿成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